选举班长 跑起来转着呀 站住 想赢我 没没儿 跑起来转着 你这小子 什么呀 站住 跑起来转桶 站住 要是被我抓到的话有力后快到 让你别招头牢 我才不怕你呢 玻璃你别闹了 本里本里 很坏 你这家伙想干什么呀 吓了我一跳 真是的吓得我这心都快跳出来了 本里本里 大家都安静一下 今天我们要选一名班长 怎么选择好呢 大家一起想一想吧 班长 呃是什么呀 你真是太无知了 连班长是什么都不知道 到底什么是班长 班长就是 班倒了部长 我打啊 啊 我知道 就别在这普通装的 班长就是可以代表这个班级的学生 那一定是个好学生了 嘿嘿 我好想当啊 嘿嘿 哎 竟敢惹的我 木木 我要向你挑战 你这是干什么呀 班长还没选出来呢 反正班长就是代表我们班的 选最厉害的人当班长不就行了吗 班长就是我 我 要证明给大家看 哈哈哈 你想的没 哎呀 不知道都像什么呢 肯定很有意思 这些男孩 给你们看看本大人的厉害 要有个心理准备哦 就你那破魔法 你觉得你能赢吗 你可别高兴的太早 好 好 那么准备 开始 阿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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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防守太松懈了 阿九 就撤破魔法 能赢得了我的功夫吗 木木取杀 什么呀 太无聊了 玻璃玻璃 好 卑鄙的家伙 在我念周语的时候攻击 看来我得烈烈防偷袭的魔法了 木木真棒啊 这算什么呀 太简单了 对了 陶必须画画才能召唤 他肯定不能偷袭到我 瞧 加一个给你了 我 对 赶快出来 为什么是输的人选择下一个比赛对象呢 玻璃 妈妈准备 开始 好取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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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丢人了 至少也得赢一个呀 选谁好呢 刚才手一环笔就飞出去了 这还是第一次呢 是这样啊 我还以为是新招数呢 好的 你最适合了 这一次该轮到你了 好 好疼 我 你 你出外 你 就是你玻璃 还不死心呢 看你这次怎么丢人 玻璃 玻璃 玻璃成变身 我看这次肯定是我赢定了 开始 你 挺能躲的嘛 但是 到此为止了 发射 你要躲到什么时候 玻璃 玻璃 发射 好 这次你就认输了吧 这次玻璃躲不过去了 好了 接招吧 发射 玻璃 现在是秀阳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想怎么办 如果现在救她的话 她一定很感激我们的 噢 也是 就要你脑子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你们这些家伙 上课时间到外围来干什么呢 都快点进去 这么一个来有 你们也别在这里淘气了 赶快进去吧 我们还是投票来决定吧 这是班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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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选呢 我们还是投票来决定吧 等一下 哦 哦 其实班长我有力气也不行 对班长来说 最重要的还是要有智慧 咱们考试选择班长好不好 考试 大考试 拜托了企鹅兄弟 交给我们吧 为什么非得是企鹅兄弟啊 他们已经在神仙学校学习三年了 什么三年 应该是降级了吧 对 对 听着 如果连考试都不能通过的话 怎么会有资格当班长呢 那倒是 太好了 太好了 那么试试看吧 胖企鹅 瘦企鹅 赶快出题 各位先生女士们 让大家久等了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连续十六年多得回答错误冠军的胖企鹅老师 来参加我们的智力竞赛 你好老师 您好 感谢大家能够参加今天的企鹅兄弟智力竞赛 那么 胖企鹅老师今天给我们准备的是什么题呢 今天的题就是 兔子和乌龟赛跑 谁会赢的 什么 这个问题好奇怪 好奇怪 好奇怪 那么有请大家把答案提起来 我看看有答对的吗 有答对的吗 你这画的是什么呢 是用脚画的吗 你带着毛笔是为了装裤吗 真丢人呢 那是母龟吧 还有睫毛呢 一个好看的都没有吗 真丢人还带用机器的 真丢人 那又是什么呢 乌龟身上怎么会有兔子的呢 那么现在开始公布答案了 答案就是 就是 是乌龟 等一下 这不可能 童话书里明明写着乌龟赢了嘛 对呀 答案太牵强了 大家安静 这道题也没问童话书里的内容啊 所以 要根据科学来回答这个问题 那是乌龟公交车 乌龟公交车 要是和兔子赛跑谁会赢呢 是不是乌龟公交车能赢 嗯 你看 是乌龟有 玻璃玻璃 不是那样的啊 再见 慢走了 不是的 乌龟公交车和乌龟是不一样的 问的 不是乌龟公交车 是乌龟 跑车 受车 答案到底是什么 是兔子 听到了吧 所以 只有我答对了 这里 怎么软轰轰的呀 老大 谁来了 辛苦了 嘟嘟 那么 我就到此了 那 班长选好了吗 是的 我倒选班长了 我觉得 有点奇怪呀 玻璃玻璃 我是不感兴趣啊 是吗 修营是你被选上了呀 那希望你以后 都为班级做贡献呢 包在我身上 好 你以后要认真跑啊 有不到的人 我会跟老师打小报告的 修营班长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也给我一次机会吧 修营班长 我修营班长陪你吧 再快点 是修营班长啊 修营班长太帅了 修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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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所谓班长 就是要代表班级多干活 脏活累活都要干 所以 从今天开始 下课之后 你要以身作则 打扫教室哦 哦 争 站住我啊 原来班长是为别的同学服务的 秀英能成为一个好好干活的班长吗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